这场大马国家队黄志勇对阵自由人李子佳的比赛 绝对是澳洲八强赛中最值得关注的焦点赛事 虽然双方同为大马球员非常熟悉彼此 但这是双方首次在国际赛交手 第一局一开始双方都相当有耐心 也打得相当焦灼 黄志勇华丽转身的这个反手调球稍微影响到了李子佳的中心 黄志勇打得很有耐心 又找到机会下压成功 一分来到了5比5 黄志勇想要杀得比较深远 但竟然被李子佳帅气的就回 那这个很好的王杰为自己制造了后场进攻的机会 刺激之后虽然李子佳稍微领先 不过黄志勇一分一分的追了上来 这个杀球更是非常完美 一分又再一次来到了较佐状态 这个多拍回合也是非常精彩 双方你来我往都不相上下 最后李子佳这个勾对角稍微有点用力过大 王志勇连续攻击终于突破了李子佳的防线 一分来到了19比16 而在这个会合双方的攻防都非常精彩 在多次调动黄志勇后李子佳终于找到机会 但随后李子佳自己杀出界 黄志勇来到了他的局点机会 李子佳这时在判断上稍微有些犹豫 影响了自己最后的出手 黄志勇以21比17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一开始双方也是打得非常较佐 不过不过李子佳的好几个主动失误 让黄志勇把比分带到了7比5 正当黄志勇取得三分领先的时候 李子佳也稍微回稳 逐渐把比分给慢慢的追上来 这个防守的分球更是分得非常漂亮 随着李子佳往前球的一个挂网失误 黄志勇以1分领先来到了技术三体 在李子佳的强势攻击下 黄志勇还是能做到手中反攻 也成功压迫到李子佳 接下来这个赌牌回合 双方也打得非常的有耐心 都在寻找机会尽情下压 最后李子佳成功以这个强势的攻击 压迫到了黄志勇拿下分数 不过最后黄志勇回进了这个斜队角杀球 紧紧的落在线上 但双方的比分也一度来到了18比18 黄志勇再次发动连续攻势 但随后双方都依然打得非常焦灼 李子佳在中前场找到下压机会 双方以来莫王的把握着每一分 比分更是来到了23比23 而这是黄志勇强王成功 不过李子佳稍微有些不满 大概是因为他认为黄志勇的球拍已经过王了 而李子佳的教练团也忍不住向裁判长申诉 不过相信一般这种申诉大概都没什么用 最后还是得根据裁判自己的判决 比赛继续进行 黄志勇24比23 李子佳在往前这个漂亮的强娃 越过了黄志勇的防线 不过随后黄志勇的失误 让李子佳来到了他的局点机会 李子佳这次把握着机会 下压成功 终于以26比24赢下了第二局 比赛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一开始 黄志勇想要多次调动李子佳 但李子佳都稳住了 最后更是批出了一字马 并给出这个漂亮的防守 随后李子佳再次批出了一字马 不过回去的质量不是太好 随着黄志勇自己的好几个失误 李子佳逐渐把比分差给扩大了 李子佳一时一比四 领先到了决胜局后半段 休息之后黄志勇重振起鼓 把比分一分一分的追了上来 这个多拍来回也是相当精彩 黄志勇最后在中间场 压迫到了李子佳 随着李子佳的一个广失误 黄志勇就这样从气氛差追上来 并朝前了比数 黄志勇再次在往前找到机会 大比分扩大到17比14 但李子佳赶快开启了他的连环暴杀模式 终于杀穿了黄志勇的防守 但随后李子佳一个跳球出界 黄志勇已来到19比16 不过这时候黄志勇显得比较心急 打得有些急躁 好几次都把球打出了界望 一次下就这样慢慢的追上来了 19比19 黄志勇 黄志勇想要做一个虚弓 但是挂网失误 李子佳来到了他的赛点机会 李子佳沉住气把握这一次下压的机会 成功17比21 26比24 21比19 拿下了黄志勇 在双方首次交手中取得胜利 并成功停进半决赛 对于这场胜利 李子佳表现得非常激动 而黄志勇则显得黯然神伤 双方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非常感谢两位球员 带来这么精彩刺激的南大比赛 对于这场胜利